大家好 我是張傑瑋 我在這邊想跟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對於小提琴的初學者 我是建議 少年、小期 這套教材 這套教材 從我小時候 到現在我個人認為 它是 非常適合 亞洲人學習的 我當然我看過很多教材 我小時候也試過不同的教材 美國的、國外的 我都試過 那這套教材我推薦它的原因 就是我認為它好好學的話 它可以把基礎打得非常好 你如果是用 鈴木 鈴木跟小期 最大的不同 我認為就是 一個是鈴木會讓你 很快的覺得自己拉起來好像拉得還不錯 但過幾年之後 你就會碰到瓶頂上不去 你就知道你也下不去了 這是我跟很多音樂家朋友聊過的 我們都同意這件事情 因為鈴木的第一首曲子 就已經是小期 第一次的最後一首曲子了 這個進度是差很多 它教導的系統方法 其實是不太一樣 先讓你不放喜歡 然後可是到後面會 我覺得會出問題 那小期這套教材的缺點就是 一開始可能你覺得有點無聊 乏味 但是如果你有走到一段時間 我認為要下去 長得比人家好 長得正常的狀況 幾率是比較大的 那小期這套教材 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每一策它的重點 第一策的時候它其實是 就是一個很基礎的第一把位的練習 它在右手上面琢磨的東西 我認為是比左手多 但是有很多左手基本的概念技巧 它都有講到 所以第一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策 尤其在初學 不管你是成人初學或者是小孩 它真的是循序漸進的 它是一條弦一條弦去教大家 然後生記號是一顆一顆 一個兩個三個慢慢加的 那這個對於你沒有月底基礎的人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好入手 而且也可以順便學習月底 它包括它音符上面的安排 我覺得這個是它的第一策寫的 其實是非常好 就是大家要記得要有耐心 那到二三策的時候 第二策開始它就有很多 跟老師合奏的這個內容 那為什麼要跟老師合奏 我覺得第一個是 讓你習慣小學琴可以跟別的樂器合奏的聲音 因為大家知道 百分之九十以上 小學琴的樂曲 是需要跟鋼琴一起的 所以你所有的作品 基本上以後都是要跟別人合奏的 那當然你現在那樣的程度 你要去找個鋼琴來跟你練習 很不很不方便 那另外一個聲部小學琴 你的老師就是一個最簡單 可以跟你有這個讓你習慣有別的聲音 跟你一起拉琴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再來就是說 因為要跟別人練習 要二重奏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拍子這些很基礎的東西 你要要求到達一個水準 不然你跟別人會合不起來 我覺得他這個第二側的設計是很不錯的 到第三側他仍然是有一點點 可以跟你合作 然後二重奏這樣子的內容 然後他開始在很多左手跟右手上面 進階的技巧他開始就是要求了 那這個時候 你當然不可能像一側二側那樣子 就是簡單的右手或左手技巧 但是曾經學過的東西 他在這邊其實你都有機會可以運用 他裡面有一些曲子 包括說無窮洞 或者是賽制的一些小力氣協奏曲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適合學生 去運用自己所學 然後可以去感覺一下自己的專注力跟體力 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把一個短短的曲子慢慢延長 教材編得很好 四五側的話 通常我們是會先用第五側 我很不建議就是先直接學第四側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五側它有每一個把位 第三把位以三四五六七最後是第二把位 一個把位一個把位教你 當然小型不只七個把位 但你好好把後面這些把位學好之後 你對於以後演奏一些高難度的曲子 它幫助是很大的 那有的人會搭配五跟四一起學習 我覺得這是OK 因為有時候我會針對我的學生的狀況 有的人是先把第五側拉完再去拉第四側的曲子 有的人吸收快一點的時候我會一起 但是真的很不推薦有人就是直接拉第四側 再學好再學第四側 是一個蠻重要的重點 那當然第四側已經它的難度 已經它的難度有很多技巧 跳弓拋弓波弦這些的難度 又比前面的二三側更進階了 好那等到你完成這兩側之後 我覺得有建立一個很基礎 非常非常基礎小禦經要有的東西了 這時候進入第六側之後 在小期一到五 這套教材 它大部分的曲子都是省略版的 省略版的意思就是說它不是原作 它只是擷取原作當中的一些片段去做成教材 包括它的列級曲凱撒 那到第六側之後它裡面的曲目 就慢慢的就是接近原作的 甚至就是原作的狀況 那它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幾百年前作曲 就要留下來給我們的作品 那這個難度當然是有變高的 但如果是程度已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認為它也是可以去拉很多這個教材以外的曲子 所以在第六側的時候 我未必會讓我的學生每一手就都必須要拉完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音階的部分 從小期一到六 基本上我的學生是全部都拉完的 或者是他在學習的階段 他有辦法拉更難的音階 我就會用別的音階教材去取代小期所附上的音階 不然這些音階部分真的很建議大家一定是要練 那個跟未來基礎真的 你不管去看所有的大舉子 帕格尼尼等等作曲家 你會發現難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音階去組而寫成的 那到第六側我覺得它學習 你可以給的曲目就是變成彈性就更大了 好那這套教材我就簡單跟大家分享 他每一側的重點 以及為什麼我推薦他 那希望這個對於一些小迪群的初學者 或者是不管以後要不要學走專業的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 或者是你有在教學生的 這是我的分享 喜歡這個頻道歡迎訂閱 有任何小迪群跟音樂相關問題 也歡迎大家來信來詢問我 我很樂意為大家解答交流 謝謝